请一本视频,纪念我的童年,那是一段小有遗憾的幸福时光 哟,各位观众老M大欧,那么这里是洛成啊 那么今天带来的是童年回忆之动漫片 之前我一直以为中华小子的童年回忆没人看 所以说动漫片的更新就比较缓慢 今天一看,哇,居然有11万了 原来中华小子有这么多的支持者啊 又有了信心,就马上过来更新猪猪侠片了 还是老规矩,如果看过这些动漫的话 记得把爷亲回答在公屏上 喜欢这期视频的话千万不要忘了一键三连 点赞过3000,比出下集 猪猪侠的动画前四部是由蓝湖动画制作的 就是那个制作了洛洛历险记,国宝特工,超市武装的蓝湖公司 第五部开始是由版权方广东永生动漫有限公司制作的 猪猪侠系列是2005年开创的 而第一部动画猪猪之魔幻侏罗记于2006年发布 随后基本上保持一年一部的更新速度 截至结稿日期,2021年4月迄今发布了16部正传作品 四部繁外片,六部电影,四部舞台剧 可以说是我们童年回忆系列中最能更新的几部动画了 生产对你的猪都不敢这么生 在查询资料的时候我发现了2005年的时候 猪猪侠明明已经制作过了一部却没有发布的作品 经过了一番的查询 我从猪猪侠曾经涉嫌过抄袭的事件中找到了答案 在2005年的时候 永生动画公司制作了猪猪侠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部作品 而这部动画的话只有几集 并且这部动画并没有在电视台播放过 所以说大部分人不知道相关的内容 只不过这部的内容也没什么好说的 大概是试水作品 大体上抄袭了猫和老鼠 大概是制作团队意识到了抄袭的问题 所以说正式版的猪猪侠正传并没有抄袭猫和老鼠 但在制片的时候 依旧将这一段抄袭的片段剪辑到了片头曲中 所以说拥有了这段黑历史 被互联网永久的记忆了下来 所以说猪猪侠也因此被不少人打上了抄袭的标签 这里我不好评价 虽然猪猪侠并没有把抄袭的部分放映获利 但这也算是把曾经抄袭的部分放到了片头曲中 这其实也算是存在问题了 所以说不可否认的是猪猪侠早期是犯过错的 回归正题 重启回忆剧情的时候 发现猪猪侠这个画风有点一言难尽 你们看看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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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是飞飞公主啊 小时候我还把她当作我的童年女神 现在看看这个剑模 嗯 没事 比隔壁服务署好就行 在忍着有点过时的画风梳理了一番 稍微有了点大概 为大家梳理一下早期几部印象比较深刻的剧情 首先是第一部的故事 猪猪侠之魔幻侏罗记 原本的地球安祥和谐 但随着工业的发展 动物们过度开发资源 环境受到了破坏 资源逐渐枯竭 然后离地球能源枯竭 还有3650天的时候 有一个叫猪猪侠的少年英雄 他费尽心思研发出了一个塞尔机器人 于是塞尔踏上了寻找无尽能源的道路 少年英雄猪猪侠创造出了魔法球 并将其送给好友王小二 随后受到了魔咒的反噬 沉睡了3000年之后转世 而好友王小二不守诺言 借助魔法球的力量 统治一方 继续破坏着地球 而转世后的猪猪侠凭借神器 猪猪开天宝剑战胜邪恶的故事 然后是第二部 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准备的猪猪侠2008 这是我的入坑作 也是我最喜欢的几部之一 故事是围绕体育竞技展开 把武术融入了体育比赛 这样的想法我真的很喜欢 借此我了解了很多的体育项目 例如 对于我来说 算是最早的体育启蒙动画 同期为奥运会准备的洋洋运动会 也是非常优秀的一部作品 这部也是名义上的反派 超音强和波比登场的第一部作品 在这部里面我特别喜欢 超级棒棒糖 搞得我小时候一直想吃一下猪猪侠那种彩虹棒棒糖 后来有幸吃到了 还傻里傻气的学着猪猪侠边喊边吃 超级棒棒糖 现在想想小店老板看我的眼神 真的是尬穿屏幕了 随后的续作 猪猪侠之勇闯未来成 讲述回到现在的猪猪侠 借助了大钻石穿越到了未来 这部的社会环境很有意思 这里分为上下两层 上层人住高等的未来社区里面 多为统治者科研人员 下等人住在垃圾满地的瓶领窟里面 在这里面依旧是以体育竞技为主 只不过这个系列的第一部和第二部的差别 还是有不少的 我还记得在这部中 猪猪侠即使凭借了无往不利的超级棒棒糖 也依然多次被超音强的高科技装备打成重伤 到了我最喜欢的猪猪侠之积木世界的童话了 故事的影子是猪猪侠的爷爷 为阻止恐龙灭绝 通过大钻石扭转时间 却意外地将大家穿越到了童话的世界 随后他创造了积木拼装守护童话世界 随着猪猪侠爷爷的消失之后 童话世界的邪恶势力又蠢蠢欲动了起来 故事到了猪猪侠一辈 他们继承了赤岩机甲 帮助童话里的人们解决困难 外加日常对抗着超人强 这个童话节和猪猪侠的故事真的很有趣 一个个记忆里面童话人物 活灵活现地展现在眼前 真的挺亲切的 然后从这一步开始 飞飞公主大变样 一开始我还认为飞飞公主是我的童年女神 但是现在回去看这个画风 嗯 属实是有点不能接受 但这一步的飞飞公主是真的好看 不对 人不应该有奇怪的茶屁 人不能 至少不应该 机甲才是男人的浪漫 我 绝对不会屈服的 哦 我宣布 飞飞公主 就是我女神 从第五部开始 画风逐渐女人画 先是飞飞的整容 再是猪猪侠的其他人 从第七部 变身小英雄这部开始 动画走向了更深度的子宫一项 后面的故事我便没再关注多少 之后的某几部我看了一下剧情质量 属实是不太行 画风变动的幅度过大 感觉没那位了 这也变化差别太大了吧 特别是现在的猪猪侠这个形象 我不太能够接受 然后我这期视频后又稍微去看了一下 发现最近的有一几部还是不错的 目前最新的一部是猪猪侠之南海日记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还是可以继续去回忆童年的 只不过说到底我们还是已经过了那个年纪了 这已经是属于新一代人的童年了 作为为数不多能陪伴我们这么多年的IP 我还是很喜欢猪猪侠的 感谢蓝湖以及永生团队的创作 希望大家把感谢打在公屏上 猪猪侠一直没有停下脚步 虽然可能不是你记忆的模样 但还是那个传播正能量的猪猪侠 他不会停留在原地 他会陪伴着一代又一代孩子们的成长 视频的最后说一句题外话 很感谢大家的支持 正是因为大家的支持 我才有机会签约B站 视频创作一直是我最喜欢的爱好 而当爱好终有一天收获了网站的认可 那可真是太高兴了 真的真的真的非常感谢大家一路以来的支持 对了大家要不要想一想搞什么粉丝福利 来感谢一下各位 可别在弹幕上刷什么穿女装啊穿女装啊 如果以后假期有空的话 也可以给大家来直播录两首 那么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大家拜拜